有个粉丝说他600米肉的盟友 一个相对比较红的账号 让周郎看一下是亏了还是赚了 行程来说吧 600块钱也就拿个普通白板账号吧 今天咱们就看看这兄弟这个钱花的值不值 顺便教大家几刀 我自用的抗号三部曲 第一部啊 先看他的核心武将红不红 这个兄弟的号虽然是个白板 但是有非常好的一点啊 就是他的陆迅是两红 武术和太史斯都是一红 相当于他的主力一对火箭枪 他其实是个小红 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啊兄弟们 我们看看这吴国的材料卡还是有挺多的 拿去给陆迅开个动态对吧 光这队就能保证百万战功了 这就很赚好吧 血赚血赚 咱们等一下看一下战法 如果满配光这一队已经不亏了啊 第二部咱们看共存 这个号主说他是个白嫖选手 那既然确定了他有一队小红T零 咱们就看看还能出几队主力 这个小红的虎成功啊 他肯定是必出的 张恒周泰直接把整个队伍上线拉高了 放红的桃园也是必出 裸一血战马超官妹 这队玩鼠上也挺不错的 然后第五队的话可以说一个低配的卫法相护三十旅 兄弟们只要这五队运营得好啊 稍微干一点的话排名轻轻松松进前百 不错的这个号啊 这个单看武将的话就很直了 第三部就很关键了啊 上面这五队能不能保证强度就看这一步 咱们看一下战法 这种价位的账号战法肯定是不全的 所以我们评估出来这个账号的最优队伍后 就要看战法能不能供应得上 太平还有腹级挺好挺好的 这个我没想到没有钢友 没有钢友的话潮原强度会降低 有当风 这个号陆迅昌是顶配啊兄弟们 就这一队基本就是白板战神了 没有鹰城 但是有草船也很不错啊 这个号草船辅机都有 但是没有聚水断桥 马超官妹枪那对强度也会降低 不是这裸衣血战都没有吗 就挺离谱的啊兄弟们挺离谱的 有铁骑没有裸衣血战 马超只有一个 那马超刚妹鼠上就玩不了了 城府也没有换啊 不过城府可以换 但是没有钢友 潮原算是半红了 那换个私物一样玩啊 我们看一下别的战法 背蛇刮武 威牟破军兵武 是别这些战法都有 我们看一下阵法 阵法在这个版本比较重要啊 这号阵法倒是不缺 四个常用阵法都有 丁种也挺全的 最后看一下球衔令啊 这个球衔令已经用过了 球将为 这里感觉球将为球亏了 PK赛季卡包将为还是很好出的 看一下之前球衔的是啥 不是绷不住了兄弟们 这哥们挺牛的啊 竟然球衔了一个高顺 我不太理解啊兄弟们 我不太理解 装备码就比较普通 但是都用得上 货物商店就完全没东西了 总结一下 顶配小红武枪和顶配小红武尘 半红桃园换情副带个绝地 或者落缝 强度也在线 鼠枪这边肯定是出不了了 但是出个卫法项或者三缕刚好 没有裸异的话 这边就只能30度开荒 综合来看 评估下来应该能到1200到1500左右 这不啊挺值的 太值了应该说